大家好,我是在巴黎留学的贝贝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 如何在法国成功获得并且饲养一只猫主子 在海外留学的我们心里难免感到寂寞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如果有一只猫能搂在怀里 心情难过的时候撸一撸猫 简直太疗愈了 首先,如何拥有一只猫 那我最推荐大家的方式就是领养 大家一定要记住领养代替购买 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猫其实也是很可爱的 那么我在这里最推荐的一个动物保护协会 就是法国的SPR 他们应该是法国最大的动物保护协会了 现在在大巴黎地区就有将近700只猫猫等待收养 如果需要收养的话 要需要提供以下三个材料 第一个是你的身份证件 第二个是近三个月的住房证明 第三个是150欧的费用 类似的动物保护组织应该在各大城市都有 领养固然是获得猫主子最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弊端也是有的 比方说领养的方式对学生党就不太友好 因为这些领养的机构呢他们都希望领养人是有固定工作 有固定收入有固定住所的人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个人购买 法国有一个比较非常大的二手网站叫做 大家在搜索栏里输入 沙猫或者沙桶 小猫 然后输入自己所在的城市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城市有没有人在售卖这种小猫 下面讲一下猫咪的疫苗 如果你是领养的话 那么猫咪应该是已经打了一针的疫苗了 如果你是通过个人购买的话 小猫可能就没有打过疫苗 那么你需要做的是呢 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兽医院 然后找一个离自己家不远的兽医院 带着猫猫去打疫苗 小猫的话第一次打疫苗是一年要 一开始要打两针 两针中间是隔一个月 之后呢是一年打一针就可以了 如果你去打疫苗的话 医生会给你一个猫咪的健康本 里面记着猫咪每次打疫苗的记录 还有他每次查体的记录 都非常详细 下面再说一下猫的芯片 首先在法国猫的芯片是必须要打的 就是在猫咪脖子皮下这个地方 注入一个电子芯片 可以让猫猫在走失的时候 更容易找到主人 另外如果大家要带着猫咪 在欧盟之内搬家或者旅行的话 那就要给猫咪办一个护照 就是欧盟通用的一个passport 在兽医那里差不多5欧就可以办好了 如果你需要带猫猫在欧洲旅行 搬家上各种交通工具的话 这就算是一个猫猫的身份证 和它的一个健康证明 视频的最后呢 希望全世界所有的猫猫都能找到爱它的主人 也希望大家养了猫就一定要对它负责 做到不离不弃